欢迎收看娱乐吹嘴不妈嘴 十个星期卧底的话题还是持续的延烧 虽然卧底题材的戏已经泛滥了 但观众似乎对这种题材还是偏爱的 打从80年代开始就有相当高水准的卧底片面试 直到无间道的出现更是为卧底片掀起了另一番的热潮 那么多年了难道大家对这些老梗没有意见吗 还是抱着你拍了那我就看着心态呢 这时候呢就让吹水团出马看看他们怎么说啦 你们莫底很喜欢来天台办事哦 我见到了瓜不像你 给我个机会 什么机会 要机会跟法官讲啊 你不是要我死的这样 对不起 我是警察 还好哦 有啦 啊 你看这一次有五个咧 哎哟 五个 我还六个呢 还好看情况看谁拍哦 有的话拍我要 我看哦 我看哦 你只要谁拍我都看 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我已经已经讲了 说他一个是一个泛滥的现象 你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演 这边有五个六个那个卧底这样子 下一个又玩什么 另外五六个警察在玩什么 我觉得没有心意了啦 兴趣不大 来来去去都是这种戏嘛 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 不好看了 哇仔咯 就是五剪刀里面那个 那个黑鸡啦 我很喜欢他咧 首先他长得又帅 他被鼻子这么高这么挺 加上又一唱歌又身心大 这个是题外话啦 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戏里面 他很可怜咧 最后你看他到第三集的时候 那个双子的命运好惨哦 那个周星驰演的周星星 他那个也是真的是太经典 太搞笑了 真喜欢那种很多子弹飞来飞去啊 然后啊 我就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咯 美女一大堆 啊 那种配角 蓝配角那种啊 要丑丑的 然后我要最靓摘那种的 那种是 应该是银行里面啦 我觉得这商业的哦 这还蛮好玩的哦 你想看哦 我住不成那个警察 又住不成目的 这样我不是发达了 很多内幕消息咧 一 我要做一个反派的卧底 这种正派到底已经太多了 多了 不想再看了 做一个反派的卧底 最好是卧在那种警察局啊 住这种警察局那种 gantin那种啊 偷听他们 那种讲那种是非那种 哇 笑啊 我跟你说 你鼓都鼓不到 我的警察 当 看来我们的吹水团 个个都对卧底这种工作 抱着憧憬啊 但戏中要有多有行 就能多有行 现实中的卧底 可能就没有这个耍帅的优待了 不过说到底 观众需要的始终是一个 精彩丰富的剧情 有行 帅气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只要一出非常给力的剧本 观众依然会铺前忌后的捧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